众所周知德云社宠老婆是祖传的 德云社要排一个宠妻排行榜 你觉得你心里的这个名次怎么排 我师傅 好人啊 第一 第一 因为我师傅也是没有见过银行卡的人 然后岳老师 岳老师 他也是基本上家里边的房产第一 都在嫂子名下 布总肯定是后台最令人羡慕的男人 你们德云社有自己管钱的吗 只有结婚的 像我那师哥 他就是把钱都放抽屉里 就是家里边有点零钱 或者有卡呀 都只是密码放抽屉里 谁用谁花 这就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可 福德刚把恩爱嗅到了天花板 因为干谷曲社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开心 不是为了挣钱呢 你挣钱你说就出去说相上去吧 干点伤演呗 干点什么都是能挣钱的 只有这件事是不挣钱 老夫老气的糖也太好嗑了吧 家里有多少钱 我就都给他 直到如今我身上也不带钱 熟悉我的朋友都是 我们出去吃饭没人让我花钱 这种不带钱 有多少钱都给他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给过多少 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 你说你比以前 有钱了富裕了 但其实你没有时间 去享受这些 我可以让我太太替我享受 换钱受累的活都留给媳妇 挣来的钱 工资乱七八糟 我就全各在家里 我要花 你就说你如数交贵 不就完了吗 要买什么呀 花什么钱呀 我再要 多点钱我想买这个 多少钱呀多少钱 这样好这样不操心 不操心是吗 对管账多乱 你钱花呀 要啊 余谦不是为了别的 咱就是爱做饭 还有家里有一个 咱们姑且称之为做饭圈嘛 谁做饭 我来 我来我来 我好做饭 好交钱 好做饭 云云鹏的表白方式就是与众不同 我爱人脾气不太好 但是我脾气好 我爱人不爱看我喜欢那种电影 但他喜欢那种电影我也不爱看 经常了你就会发现这些什么事都不叫事 慢慢过了这么多年觉得谁也离不开谁 越来越想初恋 由于一秒都是对老婆的不尊重 所以说酒粮羡慕的是丙哥还是丙嫂呢 他一定找丙哥那样 嗯 他说就是中秋节带俩孩子 跟我说你嫂子就拿一伞 我推着小车 然后这还得抱一个 他咋玩着的那小孩 嫂子玩 嫂子玩 对啊 他给他带孩子在那等着 东北老爷们咱要的就是这么发 你会怕太太一些 还是太太会听你的多一些 你看我这东北大老爷们是不是 你看穿着浑身上下这花花花花花的 肯定是我这种媳妇的 肯定是我这种媳妇 不大侮辱性极强 你平时几点睡啊 十点半 真的假的 真的吗 啊 真的 媳妇一说睡 你妈就睡 我妈儿子 我妈儿子 没有 乖灯 人家一句话 乖灯 睡点乖